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7月4日 今天 我們會進行另外一個廣播 在廣播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講起現在香港 面對 這個叫做 第二次回歸 我們會很認真地討論一下這次香港的第二次回歸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因為 我們近這幾年來 全香港的政治氣氛 十分不妥 經過我們的 嚴格執法 我們已經將企圖侵入我們 控企以得道的人 趕走了 現在是春橋同志為大家 廣播 我們 要剛才 討論這個叫做香港第二次回歸問題 香港呢 在1997年回歸祖國 但是 人心 是 一直都沒有真正的回歸 甚至乎到了2014年 香港是出現了一次 號稱為雨傘運動的 一個政治 的一個 鬧劇 好了 發展到2019年 這一場鬧劇 是瞬間 已經演變成為反革命暴亂 所以中央政府 要在香港推行第二次回歸 第二次回歸意味著甚麼呢 是徹底撕毀基本法 一國兩制 玩完 聯合聲明 玩完 資本主義玩完 我們要重提 階級鬥爭為綱 我們要放棄 這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走進 真正的共產主義 我們要消滅一切資本家 我們要在香港 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烏托邦 這個重任 要是由香港開始做起 所以我們 是要進行第二次的回歸 至於這次的回歸的重點 就是香港的國家安全法 通過這條法例 我們要逮捕一切我們任何看不順眼的人 要逮捕一切 反對我們的聲音 要把所有這些反對聲音 扼殺於萌芽狀態 所以香港國安法 是一條可以使得香港長治久安的方法 當所有的反對聲音消滅了的時候 就沒有人再敢出來抗議 社會只有一個氣氛 只有一個聲音 只有一個領袖 一個黨 一個國家 好了 所以呢 我們 是要在我們的這個 領導班子裏面 一定是有潛伏在 領導班子 或者特區政府裏面內部的 這些 敵人 內奸 我們 也都認為這群敵人內奸 未必是一出世 就是一種漢奸 問題 他們是受到港英政府的透讀 潛移默化 幫助港英政府 甚至乎 他們 的子女一出世就要安排他們去英國讀書 跟著 申請了英國護照 在英國買了文業 有存款 所有的 一生都是為了將來退休到英國那裏養老 這件事我們 中央政府 是嚴厲打擊 因為香港人的人心 受著這群港英漁業的影響是最嚴重的 所以呢 我們這次 最大的任務 是要抽出 一些在特區政府裏面的搬土內奸 尤其是 擁有英國 國籍 而口口聲聲 宣誓效忠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這件事 是我們最 不能夠接受的 那麼究竟 在特區政府裏面 這個問責單子 18萬公務員 幾萬個紀律部隊 包括員助級警察 包括海關官員 懲教署人員 文職 或者是這個軍裝 或者是便衣 甚至乎是臥底 當然包括處長 包括很高級的 公務員 究竟有多少人 或者多少個比例 是 有英國國籍 有多少他們的配偶 子女 是有英國國籍 因為這個問題是十分之嚴重 這個是一個政治的紀律問題 我們不能夠容許我們的官員 口講一套 實際做的也是一套 表面上就是為香港 特區效能 其實 背後就是 將所有的財產 身家 送去英國 將自己下一代的寄望全部放在英國 這件事 是作為一個香港的官員 是不允許這樣做 所以 我們是要推行一個 竹內奸的計劃 這班人 有機會 剛才我所說 有機會他不是真正 的漢奸 只是一時想不開 這些我們 可以稱它為失足者 所以呢 我們也要搞一場搶救失足者運動 將這班人 在 不允許這個英國的陷阱裏面 拉出來 要將他 由死亡邊緣搶救過來 那麼這班人呢 我們 即時會想到前任特首 全個家庭都是英國人 他在子女在英國讀書英國畢業 老婆是英國人 改了英國姓 英國名 到了他做特首就立即改名 這種呢 我們也要嚴格查清楚他到底有沒有放棄他的英籍 因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對組織到底有沒有心懷疑心 有沒有逃謀不軌 那麼跟著就是現在現任特首 兩個兒子也都在英國讀書 他經常都是出入英國 然後還有其他 我們的律政司司長 他的先生是英國籍 還有大量的這個數據 我們的教育局局長 他的兒子在澳洲讀書 那麼這班人 這班局長 這班司長 這班我們特區的管治階層 我們的領導同志 怎樣去 為這個國家作出貢獻呢 你的心不在我們的國家裏 你的心經常都是想著英國 加拿大 澳洲 那麼你怎麼會一心一意為我們國家效力呢 你怎麼會為我們香港的下一代去奮鬥呢 所以 我們是要進行一次嚴格的政治審查 而且要人人交代 人人過關 每一個人 我們其實是會 給他一個 緩衝期 你有時間 我們大約給 一個星期時間 去交代 去 脫離英國籍 去申請這個英國籍 據我所知 這個擁有英國 美國 加拿大這些護照 他可以有兩次的 即是說 退出了一次 可以重新申請 所以我們要求他全部都要 如果現在仍然擁有這個 外國國籍 首先要馬上退出 第二 要在他完成退出之後 再重新申請 申請然後要再退出 要永久斷絕他們 擁有外國護照的途徑 第二 如果有直系親屬 父母 子女配偶 這個叫直系親屬 都不能夠擁有 如果擁有 我認為他們 不是再適合擔當 特區的政府官員 當然要視乎 看回他 那個 那個職級以及牽涉的部門 但是如果是 那個稍為 高級一點點的公務員 我認為也不應該 配偶 子女或者父母 直系親屬是這個 外國人 因為這件事 是不合我們國家的利益 也對國家安全構成隱患 因為你是有涉外的嫌疑 你是有屢通外國的成分 這個問題 是很嚴重的一個政治問題 這個是一個政治信任道的問題 好了 我們 認為如果這些公務員 我們應該 好像當年 對付這個梁柔一樣 梁仲恆柔 衛正一樣 馬上 蝕奪他們的公務員資格 那麼我們人大開會就可以了 十五分鐘開會就可以通過了 那麼蝕奪他們的資格之後呢 要將他們過往 收我們 因為他們已經被DQ成為 非公務員了 他們已經不再是屬於公務員了 他們過往所有的這個酬勞 取得的酬勞 全部都要歸還給政府 政府應該找一對收稅部 去收回這些欠款 那麼如果 他是 領友嘗諷的話怎麼算呢 當然是不可以 如果你是 外國人 父母 子女 兄弟 或者是親屬 配偶 是外國人 那麼你不應該再有這個懲諷 連懲諷也要切 懲諷 甚至乎 我們是要他吐回所有的懲諷 總之跟這個 跟梁仲 當年的情況是一模一樣 這樣才符合 國家利益 才符合國安利益 好了 所以呢 大家要踴躍 舉報這些外國人在你身邊的同事 你知道 他 每年放假他都去英國的 記得要把他舉報出來 好 就這麼多 拜拜